本集有,今天你刷了吗?萌芽家赞助播出 用了萌芽家,猪牙不啪啪 3DO 妈的,真的没凑息没撤些东西,万浪费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英雄无敌里面的伤害法术 这些伤害法术的计算都非常的简单 就是你的英雄力量值越高,伤害就越高 咱们先从最常见的法术讲起 首先是魔法神剑 基本上你建设一个一级魔法塔里面是必出魔法神剑的 如果出不来的话,那就自认倒霉吧 魔法神剑同属于四系魔法 也就是说你的四系魔法里面有任何一个到达高级 它就是最强效果 它的初始伤害是10点 你的英雄每提升一点力量提升10点伤害 然后是这个堪称最强二级法术的霹雳闪电 它的初始伤害也是10点 但是你每提升一点力量提升25点的伤害 升到高级七系魔法之后 伤害还会再提升40点 塔楼地下和据点几乎是必出霹雳闪电的 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城堡壁垒和要塞 这种偏水系的出现的概率就比较低 然后是烈火魔墙 升到高级火系之后 它的范围是三格 这个魔法如果不是露娜来使用的话 基本没什么卵用 因为火墙持续时间只有一个回合 远远不能造成有效的杀伤 这个魔法出现的概率除了地狱和元素比较高之外 其他的种族出现的概率都很低 接下来就是这个号称为霹雳闪电替代品的霹雳寒冰 初始伤害10点 每提升一点力量提升20点伤害 什么情况下它比霹雳闪电要好用呢 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你没有霹雳闪电 第二种情况是你的魔法值不够了 这个魔法在地狱城里面是肯定不会出现的 然后是死亡波纹 除了墓园之外 你在其他种族的魔法塔里面是见不到的 它的初始伤害是10点 然后你每提升一点力量提升5点伤害 如果你的部队全是亡灵的话 这个死亡波纹就基本等同于一个缩小版的末日审判 只不过这个伤害差的确实是有点明显 和死亡波纹相对应的是三级的气息魔法 亡灵杀手 它的初始伤害也是10点 每提升一点力量提升10点伤害 塔楼壁垒和城堡出现的概率很高 在亡灵城里面是绝对不会出现 这两个魔法相比较的话 杀伤力都很一般 到了后期一般都不会再使用 然后是联珠火球 它的初始伤害是15点 每提升一点力量提升10点伤害 这个魔法和霹雳闪电相比 最起码要攻击到两个敌人才不亏 攻击到三个才会赚到 地狱城几乎是必出的 地下城和墓园城出现的概率也很高 哪怕是攻击到三个敌人 和霹雳闪电相比 也只能说是互有胜负 毕竟这个火球是个三级魔法 霹雳闪电是个二级魔法 电脑是很聪明的 他们会刻意的规避你的火球 不让部队扎堆 看到这里我就想说 地狱城的火球特和地狱猎猿特 在一级都没有足够的魔法 来释放这个法术 然后是这个埋射地雷 这东西的出场率相当的低 它唯一存在感很高的地方 就在于塔楼的城防 一开始是放四个地雷 升到终极火系是六个 升到最高级是八个 初始伤害是25点 每提升一点的力量 提升十点伤害 值得注意的是 你的对手部队里面 如果有优势地形的生物 这个埋射地雷就没用了 接下来是寒冰魔环 这个技能和连珠火球伤害一样 只不过一个是水系 一个是火系 由于它是冰环 所以说目标的中心区域 并不会受到伤害 如果你的单格生物被一群的敌人围攻 这时候释放一个冰环 还是不错的 游戏里面水系的杀伤魔法 只有两个 真的实在是没错 写没错 冻写万浪费 在绝大部分情况之下 你捡一个水灵球 和捡一个气灵球 土灵球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接下来就是这个 极其实用的法术连锁闪电 连锁闪电这个魔法非常的厉害 特长连锁闪电的 佛姆拉也是个神将 它的初始伤害是25点 每提升一点的力量提升40点伤害 升级到终极气息之后 临近的目标也从三个变成了四个 连锁闪电除了要塞据点出现不了之外 在其他的种族出现的概率都很均匀 然后是地狱烈焰 它的范围非常广 但是伤害着实感人 除此伤害20点 每提升一点力量提升10点伤害 地狱和元素出现地狱烈焰的概率很高 其他的种族出现地狱烈焰的概率就很平均 这个东西和连锁闪电相比 除了耗蓝第一点之外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优势 哪怕你成功的波及到了五个敌方部队 造成的伤害还是不如连锁闪电 前面的几个火系魔法 虽然号称火系 但是伤害都着实感人 火系魔法真正的大哥是末日审判 末日审判的初始伤害是30点 每提升一点的力量提升50点伤害 真元号角觉得他太过变态 于是把这个50改成了40 末日审判只有墓园地下还有地狱能出 其他的种族你是不会在魔法塔里面 见到末日审判的 然后是流行火雨 他的伤害可以和连锁闪电相提并论 如果范围内有三个或以上的敌军 用一个流行火雨显然是更加的划算 他的初始伤害是25点 每提升一点力量提升25点伤害 流行火雨地下城和墓园出现的概率很高 要塞和据点是出不来的 最后就是三代的最强杀伤性法术 雷鸣爆弹 他的初始伤害是100点 每提升一点力量提升75点的伤害 深渊号角里面不仅名字做了改变 他的特效也变了 现在终于不再碰瓷强哥的正雷鸣爆弹了 咱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些杀伤性法术 在游戏里面的表现 咱们现在只有一条黑龙 对面有300个强哥 我们究竟能不能获胜呢 面对30个强哥 我笑一下啊 准备释放法术 我们上来一个这个除灵法术 导臣的伤害是150点 直接一下干掉了将近70个强哥 现在强哥的数量还很多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在挨了一发亡灵杀手之后 强哥迈着缓慢的步伐 加入了战场 然后第二回合啊 我很快啊 释放了一个地狱烈焰 勇雄的烈火带走了将近50个强哥的性命 然后第三个回合开始 埋色地雷是没有什么卵用的 我们另请告明 既然埋色地雷没有用 我们就直接释放一个连托闪电 强哥表示你礼貌吗 强哥由于他自身比较肉 而且走得也很慢 所以说成为了一个优质的配练者 感谢强哥维亚夫主 英三小课堂视频 做出的卓越贡献 咱们释放一个冰环 咱们争取再局对战 把所有的法术都释放一遍 现在要担心的不是这局能不能赢的问题了 而是这群强哥究竟能不能再坚持的过几轮法术呢 咱们放一个火墙来燃烧一下强哥 电脑是不会刻意的规避火墙的 如果他会的话 这个火墙就完全没用了 两个强哥摸到了黑龙身上 造成了一点伤害 这也是本期视频当中造成的唯一的伤害 如果这个时候放一个末日审判的话 这场对决就已经结束了 接着咱们来释放一个联组火球 现在强哥的生命状况稳定 还能再坚持一会儿 然后咱们继续释放一个流行火雨 直接命中两个强哥造成了海量的伤害 现在还剩下22个强哥 强哥你一定要顶住呀 最后咱们杀鸡用牛刀 我们释放一个雷鸣爆弹 现在这个特效改的比原版好看多了 猫子审判咱们就不再释放了 咱们直接释放一个霹雳寒冰 把这群形狮给干掉 最后一个闪电带走了最后的四个强哥 强哥一路走好 强哥的攻击触发的阵里面爆弹 非常的肮脏 不用说也知道里面包含着非常多的细菌 我们的口腔和牙齿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腿里一坏菌 专吃咱剩下的渣渣尾声 一吃完就拉出糖浆 这糖浆引来另外两大坏菌 三大坏菌齐聚牙上 牙菌斑就形成了 一到十四天就变牙结石 先给牙开个小黑洞 再给牙凿个大黑洞 这就是蛀牙 一旦端到牙神经 你疼疼疼 牙微微微 你不得不请个假 烦 直奔医院去送钱 喂 医生拿一小电刷 拌一下磨一下 带条坏掉的牙神经 这方面你瞅瞅 这声音你听听 痛苦不 想要不花钱不受罪 听我一句劝 电动牙刷你得用上 有人说这不是智商税 你看实验证明 电动比手动效果强83倍 还有权威教材也证实电动具有明显的优势 那这电动牙刷选哪家 当然是老朋友萌牙家 这是我常用他家的星药卡 五大模式全面实用 帮你预防各种牙病 我经常用清洁模式 那刷的爽 刷完舌头一天 感觉牙光溜溜 效果一级棒 通一次电就可用90天 这续航赞 钢琴烤漆 七级防水 声波震动 品质感拉满 他家品控严格 38道检测 横横把关 还对咱承诺 两年内坏了不休 免费换心 这时候良心呀 堪称行业天花板 看一颗牙 少说几百几千 痛苦更烧钱 来自电动牙刷 只要小几百 可保你28颗牙 省心更省钱 上百元直降福利 保证粉丝到手省钱 早买早用 让他为你的牙齿保价护航 背后祝各位牙好吃好 喝好身体好 好